嗨,我是Alan 经常有网友很喜欢看我的购物分享 然后呢,我这收的几个包裹呢 我就记得周末跟大家一起分享 看上去虽然很多吧 但是不是我一个人的 有我的,还有小孩的 买给我妈妈的,还有买给我婆婆的 我购买了一些反季节的基本款 基本款呢,反正也无所谓 我买今年也能穿,明年也能穿 好了,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总共其实只有两个牌子 一个是交下的 外面呢,它其实还有个包装袋 我把它扔掉了 因为前几天有点下雨嘛 里面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包装 这个包装我打算把它留起来 下次寄东西都可以用 然后另外一个牌子呢,就是又一副的 在这边 那我先来分享这个交下的吧 这件衣服呢,我自己其实已经穿过了 因为这几天天气呢,稍微有一点点冷 钥牌都没有拆,就拿出来穿了 这件衣服穿得非常的舒服 然后呢,你看它这件衣服里面呢 是有点那种非常细的抓绒的材质 然后外头呢,有点像羊羔绒的 这个有一点像米白色的 然后这边做一个拼接,细节它也做得很好 彩线啊,还有这边有两个口袋 挺大的,只剩到可以剩到这个地方 放个手机钱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拉链都做得很细节 这边有一个他们的logo在上面 有防滑的作用 这样拉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轻松 这件衣服呢 它就是像西装绒的 这衣服穿在身上非常的轻薄 感觉像没有穿衣服的 重量非常的轻 但是呢,它防卵度又很好 我现在都感觉有点出汗了 下板呢,就长一点点 可以遮住我的屁股 因为我是离形身材 这样这一项呢,看起来我不会那么胖 然后前面呢,是短款的 这个配色呢,有点像那个奶茶色 或者米白色之类的颜色吧 不是纯白的 棉衣 我录的全部都是反季节的衣服 这个季节买反季节的最划算了 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件颜色 上面写的是邱麦咖 多一点设计呢 就让这种基本款的不会那么无聊 这个袖子呢,刚好到我这个地方 我就觉得刚刚好 它上面写的L号呢,是1米65 我其实没有1米65 我就1米63 但是呢,我比较想穿宽松一点的 所以呢,我就选了1米65的 这件衣服从侧面看 跟刚刚那件又有点不同了 这件衣服的厚宝呢,比较适合 深秋初春 或者野外就是去那个 那个camping啊之类的都可以 哦,对 它上加上还有做很多户外的一些东西 羽绒背心 这件衣服呢,我就不试了 因为给我有点大了 我这个选了呢,是L号的 我就觉得我穿M号的也够了 还有呢,我是想要的一件是黑色的 所以我就不试穿了,给大家看一下吧 它是这样子的 它看到网站上面有两款 一款是白色的,一款是黑色的 然后黑的呢,就是全黑的 这个拉面这个部分全部都是黑的 这个白色呢,它就做了一点点平接 我就觉得给我太大了一点点 他们网站现在是有在那个做活动 两件呢是8.5折 三件呢是8折 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上他们网站去浏览一下 他们除了做秋冬的衣服 我还有看到有夏天防晒的衣服 还有帽子之类的 还有一些户外的东西 我到时候呢会把那个 我购买的链接呢放在我说明栏里面 还有一件是防晒衣 马上因为夏天到了嘛 我这次录的呢是一件长款的防晒的 因为短款的防晒衣呢我已经有了 所以我就想试一试长款的 像我们女生吧 这个防晒的工作还是很重要的 这件衣服穿起来整天呢就是这样子的 穿在身上呢很清凉 然后手这边呢是这边包裹住 可以帮着我们的那个手臂晒黑 我选的是灰色的浅浅的灰 然后这边还有个帽子 这边还有口袋 露了一双鞋子 这双鞋子呢我已经打开来看过了 拿到手上 第一个反应说 哇塞这也太轻了吧 主打的就是比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呢 要轻20%到30% 真的是超级超级的轻 它的面料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穿六马呢是刚刚的好 这个扣子拉扇给大家看 看得更清楚一些 它好像也还有另外一个颜色 黑色也穿白色的 这双鞋子穿上我感觉人高了 这边呢还有一件背心 这件背心呢是我买给我婆婆的 因为我之前呢给我婆婆买过一件这样的款的 然后我婆婆说穿得很舒服 然后呢第二年呢我又给她买了一件的 也是这样款的 但是有帽子的 所以呢她就等于有两件这样的衣服了 她说穿得非常的舒服 因为这很轻薄嘛 老人家有时候套下也是挺方便的 这件就是我买给我妈的 我妈呢她比我还瘦一点点 所以呢我们母女的衣服呢就可以混着穿 所以我给她选的也是小号的 这边有拉链 这样子啊这样子来 袖子呢就到这里也是刚刚好 因为我穿刚刚好 我妈也就是刚刚好的 我们呢现在先去她给她买点东西 然后买完东西以后去接小宝下班 然后呢再一起去婆婆家吃饭 顺便呢就把这个 好顺便呢就给婆婆买的那个 优衣裤的羽笼背心呢给她带过去 这次来一点凝料拌 来小香果汁 来一包酸奶 这边拍队的人好多啊 结完站了我现在就要去接小宝了 然后一起去我婆婆家吃饭 吃饭呢 爹爹准备想上楼找爷爷了 爹爹不要去了下来的摔跤 你要不要炒梅 好多好多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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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鱼 拨笋 炒粉丝 这是鲍鱼 鲍鱼炒芹菜吗 嗯 对 芹菜拌一下 哦 你不炒一下 我就放了半包 你不是放半包那么多 我放了半包 我都没有 你又不吃的我把它全部吃完了 你又不吃的我把它全部吃完了 你把它我从来不扔东西的 我东西都是把它吃完的 我把那个豆子全部把它放去了 太好吃了 看你短袖的没有 我都给你买个短袖的 你不买了 你不买了 你要啊 要你就要了 他 弟弟 他饭不吃 光吃那个什么 香蕉 苹果 刚好吗 套一斤的那个 都可以啊 对他很轻嘛 你在门口摘个菜啊 什么的 邻居家走一下套他都可以了 几十块钱 你不要就要咯 如果你出去旅行的话 你都可以装这个袋子里面把它套起来 你嘴巴的什么东西啊 橘子 你小一点我玩 不要卡住啊 不要卡住啊 哇 好大 看 这是什么东西 差脸的 给爹地擦 啊 哈哈 他告诉我说给爹地擦 哈哈 好了好了走吧 七点喽 嗯 嗯 很便宜 你干嘛今天叫爹地帮你穿鞋子啊 是皮鞋不好穿吗 嗯 大家吃 我带的妈 LAURA盲好緊钩 一边啊 一边啊